為了360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果然在初三這一天禮拜一整個天氣明顯變化了 東北風暴到了冷空氣明顯增強 那水氣全台灣都稍微增多 當然現在初步來說的話北部比較多 南部可能也會慢慢逐漸增多 請大家留意西半部空氣品質是比較紮的 有一些境外污染物影響 那請大家留意這兩天的溫差變化 那事實上這波的整個衝下來是從北邊直接往南衝 衝到台灣這邊 台灣這邊是它的邊緣 所以在它的前緣有一段封面雲氣剛好卡在台灣的上空 所以中部以北明顯變得陰沉 而且偶有一些飄雨的現象 那南端要留意菲律賓這邊剛好有一坨雲氣在這個地方 這個離台灣很近 可能外圍也會接近到台灣的南端 可能未來這幾天也會有一些雨勢 那未來其實大致上到週二 其實冷空氣一直不斷的後面都有一些補充進來 所以整個呢 東半部呢 北部東北部可能會比較多一些陣雨會發生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南端的水氣會接近 所以未來這個禮拜呢 大概天氣都變東北比較 等於是回到典型的冬天的感覺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最近呢其實在日本呢 這邊一樣有一些炸彈地啊 不斷的一直通過 所以最近還是提醒大家 要去日本旅遊的話一定要特別留意 可能有一些地方的雪勢會蠻明顯的 那台灣相對之下呢就是維持一個涼涼的 還沒有到很冷的地步 但是要留意最近的周遭的變化 那台灣呢其實大概是上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東北部呢還有東半部是雨水氣比較多的 中南部比較穩定 但是到了禮拜三禮拜四各位可以看 其實未來呢南邊的水氣有機會會稍微上來一點點 可能齁在台東或是屏東 可能也有一些短暫雨會發生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大致上呢西半部比較穩定 但是預期呢要留意的就是 南邊的水氣到底會不會上來 尤其現在有一點是春天的味道開始出現的 所以現在預期呢 可能呢在這個台東到屏東 這邊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其他西半部比較輕盪 但是雲量都比較多 未來這幾天都是如此 就是你要留意這個可能齁 這個地方會發生 還有東北部容易發生 這兩個有一點 雨沒有不是說非常的多 但是可能偶震雨的現象會發生 所以在週一晚上呢 其實各地都是多雲的天氣 只有東北部 北部靠山區淫封面 還有到花蓮可能有一些震雨 那台東南雨綠島呢 都是多雲的天氣 那空氣品質呢是 敏感族群到不良的等級 那預期呢到了週二 其實整個天氣還是維持很類似 溫度呢跟這個禮拜天的時候 落差是蠻大的 初二初三真的很大 請大家留意 那高雄屏東呢 到這個藍雲島 可能會容易有一些短暫雨 就跟之前的天氣比較不一樣了 請大家要稍微留意 降雨的機率會稍微提高 請大家外出活動呢 開始做好一些該有的安排 所以這幾天天氣呢 真的反差很大 請大家呢 隨時可能最近每天都要留意了 有一點春天要變東型的天氣 開始出現了 以上是今天的威德360 我們明天見